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8月28号 那在昨天,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是举行了记者会 她在这个记者会上有两个这个表态是特别的值得关注 第一个,就是她明确表示现在不会接受香港市民的这个五大诉求 这个呢,狗哥在昨天的视频里呢已经说了 她这事呢,公开在向香港市民挑衅,是火上浇油 香港政府,还有这个北京的中国政府 最近呢,他们一再说,香港当前最重要的是止暴治乱 市民的这个五大诉求呢,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止暴治乱 但是,狗哥要说,香港这个暴乱的根源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香港政府,中国政府 采取的各种措施 从一开始的这个逃犯条例修法 到这几个月的各种措施 林郑月娥,中联办,北京的港澳办 各种讲话,无一例外 都是在这个刺激香港市民,都是这个在天柴家火,火上浇油,都是起到这个反作用 他们呢,其实才是香港这个暴乱的根源 香港政府,北京,他们的做法呢 如果没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如果继续以这种高压的态势 以蛮横不讲理的态度,来对待香港市民 那香港呢,不可能止暴止乱 大家呢,来看一段视频 在这种情况下,来看一段视频 这个呢是香港人现在的一个新玩法 每天晚上这个十点整 大家呢就在自己的家里 朝这个窗外喊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个口号 或者是这个香港人加油 这些口号 为自己鼓劲 为香港人鼓劲 这个呢就是民心 这就是香港的民心所向 像这种这个公民社会的玩法呀 这种形式的抗争 这个独裁者极权政府呢 都不会懂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只能是处在这种很被动的状态 另外在昨天 这个林郑记者会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呢有记者问 香港政府会不会动用这个紧急法 来应对香港的局势 那林郑呢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呢 如果能够止暴制乱 那一切法律手段都可以来考虑 也就是说呢 他不排除这个选项 不排除动用这个紧急法 那狗哥呢先说一下 这个紧急法呢 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法律的全名 叫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是香港这个现行的法律里面的一章 那这个法律规定呢 香港政府在紧急情况 或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出现时 可以定立任何行政长官 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这个规律 比如说 如果香港实施了这个紧急法 那香港政府呢 就可以对报刊啊 文字啊 通讯啊 进行这个检查和管制 就可以对公民进行这个逮捕啊 关押驱逐 可以对贸易出口进口 生产进行管制 也可以对所有的这个交通运输进行管制 等等等等 这个内容呢 有不少 但是呢 狗哥一句话 就可以概括 如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决定实施紧急法 那就是在香港要实施戒严 完全有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来管制一切活动 采取的所有措施 包括对言论自由进行管制 取消这个民众集会抗议的权利 所有的这些措施 都需要林郑本人同意 就可以实施 不再需要通过立法会 也不再需要通过法院 一句话 如果在香港实施这个紧急法 就是建立林郑一个人的这个独裁统治 香港呢 将完全变成一个警察城市 一个警察国家 就是这个样子 那林郑 香港政府 是不是真的要实施这个紧急法 是不是真的要通过这个戒严的手段 来对付香港市民 狗哥是认为 现在或者是最近 林郑香港政府 应该是 他们认真考虑过这个紧急法 应该的也在进行评估 在评估呢 如果动用了这个紧急法 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 会不会 就会平息 香港人的这个 抗议运动 他们肯定呢 也是在进行评估 你像一些 这个亲北京的香港人 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 谭耀宗 港区的这个人大代表 叶国谦 他们都说了 特首呢 有必要 应该考虑引用紧急法 来进行这个所谓的 止暴治乱 那狗哥判断 像谭耀宗 叶国谦这些人 呼吁实施紧急法 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讨好北京 给林郑站台 另外一个呢 也是在测试 这个外界的反应 看看香港社会 国际社会 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那林郑本人会不会这么干 北京会不会支持他这么干 狗哥是认为 实施这个紧急法 在香港实施戒严 那肯定是林郑的一个选项 他肯定敢这么干 关键呢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时机 在这个时间点 他什么时候会这么干 那狗哥的判断 在未来的一周啊 他应该不会实施这个紧急法 那大家知道 对于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 现在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解决这个香港的危机 怎么解决香港的问题啊 不要让香港再成为这个国际媒体的头条 那再过一个月 10月1号 就是这个中共建国70周年大庆 在10月1号之前 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不了 那习近平他肯定是受不了 如果在10月1号这一天 北京天安门 举行这个盛大的阅兵式啊 粉饰太平 但是呢 在香港又有这个几百万香港人上街 反抗中共极权 那习近平肯定是受不了 所以呢 有报道说呢 习近平给这个林郑月娥下了死命令 要求在10月1号之前 要解决香港问题 那狗哥认为 这个报道呢 应该也是可信的啊 所以呢 呃 这个对于林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几乎呢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是 他实施了这个紧急法 要在香港实施戒严 但是不管是他本人 还是香港政府 还是这个香港的警队 即便是宣布了戒严 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能力 去完全压制住这个香港市民的反抗 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呃 香港的紧急法 它其实是殖民地时期的一条法律啊 是1922年制定的 用来对付当时的这个海员大罢工 然后呢 在这个1967年 香港左派暴动的时候 也引用过 就是说呢 在过去的这个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啊 这个法律 在香港是使用过两次 都是用来对付香港的左派 那海员罢工的背后 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 六七暴动的背后 是中国共产党 1922年 港英政府呢 是这个实施了紧急法 但是呢 最终呢 是没有能够通过这种戒严的 强力镇压的方式 来平息这个海员大罢工 最后呢 呃 其实还是通过谈判 协商的方式 满足了海员的一部分要求 才这个解决的问题 但是呢 在1967年 六七暴动的时候 港英政府是通过实施这个紧急法 通过强力镇压 结束了左派的暴动 那为什么在1967年 港英政府实施紧急法有作用 最主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是当时这个发动暴动的左派啊 在香港呢 只是一小部分人 大多数的香港市民 不支持这些左派 不支持这些左派背后的 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这个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 大家只要想一下 香港的人口 香港的总人口 在1950年的时候 是差不多 220万 到了1967年 增长到 370万 在增长的这个 150万的人口里啊 差不多有100万 都是从中国内地 逃过去的 从这个 50年代到60年代 为了逃饥荒 以及内地的政治迫害 也就是说呢 到了1967年 香港的总人口 有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从这个 中国内地 逃过去的 那大家就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 他们能支持 中国共产党吗 会支持 在香港 搞暴动的左派吗 那显然是不会支持 所以呢 这个就是1967年 港英政府 实施这个紧急法 能够平暴的基础 因为它有 绝大多数 香港市民的支持 那现在 香港政府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也要实施这个紧急法 它有香港社会的支持吗 它有这个 大多数香港市民的支持吗 这个话题呢 在今天呢 其实呢 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那在昨天 8月27号 香港民意调查所呢 是公布了一份民调 林郑呢 现在在香港市民里的支持率呢 只有17% 反对率高达76% 香港政府的支持率更低 只有14% 大家说 这么低的支持率 你还要实施紧急法 怎么可能成功 那在这呢 狗哥还想再多说一句 这么低的支持率 在殖民地的时候 在港英政府统治的时候 都没有出现过 香港政府 林郑月娥 丢不丢人 北京的中国政府 有没有感到丢人 到底谁才是这个 香港问题的根源 谁才是这个暴乱的根源 其实呢 都是已经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呢 即便是香港政府 林郑在香港实施了这个紧急法 实施了戒严 也不可能成功 因为呢 这是要对全香港进行管制 对香港全社会 要进行管制 没有大多数市民的配合 不可能成功 香港呢 只有这个区区几万名警察 怎么去完全控制 700多万的香港市民 不可能的 林郑如果真的是立定制婚 如果真的是 要在香港实施这个紧急法 只有两个后果 第一 香港会出现 这个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 第二 是大规模的这个公民 不合作运动 那香港呢 也会继续成为国际头条 习近平的这个十一大庆啊 也就别想办好了 另外 林郑如果在香港实施戒严 那国际社会 针对香港政府 针对中国政府的制裁 都会这个陆续出台 因为这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是一条不归路 最主要的制裁 肯定会来自这个美国 再过差不多半个月 9月9号 美国国会呢 就要结束休假 就要复会 他们呢 很有可能会通过这个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个法案一通过 就会要求美国政府 制裁侵犯人权的这个香港政府 和中国政府官员 那美国总统川普呢 也会支持这个法案 以前呢 川普他本人呢 对香港问题呢 还不是特别关心 但是呢 最近 由于习近平在贸易战里呢 让川普很不爽 他已经改变了态度 更多的关注香港 而且呢 把香港和这个贸易谈判挂钩 其实呢 这个也是香港市民 努力的一个结果 香港人的抗争 是正在获得国际社会 越来越多的这个关注 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啊 都在关注香港 都在支持香港 另外呢 如果林郑在香港搞戒严 那除了美国 英国 欧盟 所有的这个文明社会 民主国家 都会考虑这个制裁行动 因为呢 这其实呢 是对所有文明世界的挑战 威胁到了所有文明社会的 这个生活方式 所以呢 这个民主国家呢 都会做出反应 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呢 可能不太理解这一点 可能也不会相信 觉得这些小炮国家 能把香港怎么样 能把中国怎么样 那狗哥呢 就建议这些朋友呢 去这个谷歌一下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去看一下这个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吞并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之后 俄罗斯政府 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个人 公司 遭受这个国际制裁的情况 那香港政府 中国政府的高官 有这个太多的人的资产和利益 都在文明国家 都在美国 都在欧洲 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 所以呢 真的是有太多的这个可以制裁的对象 那狗哥不认为 他们完全不怕 狗哥不认为 他们就为了支持习近平 就愿意呢 让自己的后路 自己以后的退路 被这个完全切断 所以呢 在这个最极端的情况下 香港政府林郑 会实施这个紧急法 但是 这个呢 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也是他的最后一步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内容 现在就点击 屏幕上的狗哥图标 订阅狗哥的频道 咱们明天见 拜拜